武职时出口巴基斯坦成了定局 中国军工又有机会找到了新的磨刀石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这两天有几个中国军工的利好消息 一个是摩洛哥那边 红旗9防空导弹基地基本上建好了 估计很快就能够形成战斗力 另外巴基斯坦方面 骁龙Block 3战斗机下线了 第一批八架 用了新的雷达能够配用霹雳15和霹雳10 意味着印度空军任何一种飞机 在骁龙Block 3面前没有什么明显优势 也就是阵风可能稍微好一点 再加上我们的歼10C也确定出口 那么印度空军就算最新的阵风 面对骁龙Block 3 再加上歼10C可能是要喘不过气的 而最最吸引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当初美国为了帮助印度 就限制了土耳其 向巴基斯坦出口武装直升机 结果正好促成了 巴基斯坦转而购买中国的武直10ME 其实这里边还有点戏剧性 就是刚开始对比的时候 八方对武直10的兴趣不是很高 结果现在等于是美国不知不觉中就帮了中国一个忙 又和以前一样 反正每次美国在武器上限制巴基斯坦 八方就总能在中国找到出路 其实很多年来大家都有个愿望 就是国产武器装备能够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据更多份额 当然挣钱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大家心里边向平衡 如果能够在法国呀 美国呀 这些传统的高科技武器强国面前 拿走更多订单 至少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业能力 跟这些强国基本的同一层次了 那么以前 我们一说这个出口武器装备 给人很多印象就是便宜嘛 简单嘛 如果现在外界还是这么看中国武器 我们心里边肯定不舒服 好在这几年大家看到了 中国出口的装备确实和大家期望的一样 已经是在高技术领域杀进了竞技场 声誉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而且这几年美国俄罗斯的新装备推出不多 美国呢是F-35卖的特别好 除此之外也没有特别新鲜的东西 俄罗斯出口装备呢虽然也不少 但是除了S-400这样的东西呢 基本都是大陆货 苏-35战斗机现在都卖不动了 相比之下 不管是舰艇防空导弹 坦克火炮 还有各种战术导弹吧 反正我们每次在珠海航展上 都能看到中国装备推陈出新 而且在信息化智能化方面 我们发展快速嘛 应用速度比较广 所以总能在功能上体现了不少先进性 能够跟上世界的最先进水平 但是装备好不好 不是只看参数指标的 而是要看战场环境的适用性 还要看人机工程方面的合理性 由于以前我们缺少实战检验嘛 加上我们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 长期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其实比美国 俄罗斯方面要严重的多 那么我们出口装备 就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通过别人的战场 去考察和完善我们的设计水平 所以谁买中国武器最多 就有可能是对中国武器装备发展 贡献最大的 那么巴基斯坦肯定首屈一指啊 他们陆海空三军都大量进口使用中国武器 巴军将领面对解放军的领导 还半开玩笑说 自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巴基斯坦战区司令 那么在印巴边界还有印度洋上 我们就可能通过巴军 帮我们找到一块最大的磨刀石 那么这些年通过各种装备的出口 巴基斯坦也向我们提出了各种反馈意见 我们也获取了不少装备 设计方面的宝贵经验和修改思路 所以这次武直石ME出口 未来很有可能是在高原上和印军要对抗的 那么相关或许的经验就会帮助我们改善设计 也许还能赢得更多的市场 所以不用担心巴军买武直石ME 是不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也不用担心人家会批评我们哪里设计不够好 能在实战中找到这么一块磨刀石 我们就是受益者 好 关于武直石ME 是不是巴基斯坦不得已才购买的 出口武直石ME 我们又能获得什么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